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演男教授涉业研究生 那还能演下去 现在倒过来了 这个怎么办呢 但是我觉得 说不定是男学生 设有女教授 你怎么知道 现在男生看来是求爱不成 就出来说女教授行为不减了 这个不是 我觉得你要说这个 这个厦门大学的这位女教授啊 咱要是站在正大光明的角度 是吧 首先应该替这个女教授 发布辟谣的声明 因为这个女教授已经不堪忍受了 他说这个男的都是胡说八道 说他最多承认就是 我们两个人确实是恋爱过 他说但是我也真想走向灰阴来着 但是是后来发现这个男的怎么不靠谱 就是我们没有像这个男的 说的那么样的这个荒淫 这个时候就男的说了很多这个难听的话 这位女教授讲到的就是说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 他说但是我们恋爱本身这件事 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错 真情真爱可以跨越沙漠 不一定沙漠 就什么了 就可以跨越什么了 反正就是那意思是吧 跨越一切 对吧 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身高不是差距 对 就是说 你们还一套一套 来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当然为了保护这个当事人的隐私 我们换上徐老师 就是就是两位 但是就是说他就这个问题是 这个事为什么传的这么广吗 哎呦我现在也是觉得 你说网络这个东西 对吧 这玩意儿你说是怎么回事 你就可以传播了 只要你写的够好看 够挑事 那就得到广泛的传播 这个事情传播 比这个事情本身更值得研究 是啊 就为什么这个事情能传开 我们假设把这个性别倒过来的话 一个48岁的男教授 跟一个30岁的研究生 除非是强奸 否则这事情传不远 你要是什么48岁的一个 什么上市公司主席 跟一个30岁的女主持 那是美丽佳话 对不对 问题就是女的男的 这么倒过来 48岁的女教授 再加上色又两个字 好像很多人就直觉的反应 她们没经很严肃的思考 就觉得这个事情有 有值得传播的必要了 有偷窥的兴趣 有偷窥的兴趣了 但是你要仔细想 我仔细在想 尼克克曼现在都40多岁啊 沙朗斯通通过50了吧 这个张曼玉也是40多岁啊 最近跟那个比他小很多的外国男友分手 这样的女生站在那里哪个男的不动心啊 开玩笑 48岁的女的有性的 这个本身不应该成为新闻 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成为新闻 是不一样 这个成为新闻本身说明 偷窥者的这个 这个传统观念太强了 所以重点或许不是年 就是那种小市民的那种 对啊 对啊 我48岁的女的 她还怎么怎么着 那或许不是因为年龄呢 年龄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她 身份 身份的问题 对对对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学生 但是私生恋 但是私生恋本身便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她现在没有谈出来 你不要为教授女人说话 你身为大学教授 你说私生恋没有问题吗 对私生恋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如果牵涉到权利交换 那比方说 这个通过这个关系 她本来你不能录取研究生的 我给你录取研究生的 你本来考了个50分 我给你90分了 咱就有问题了 但是徐老师 为什么你们做教授的 肯定也要避嫌呢 也许你的女研究生 跟你没有什么交换 但是如果你们发生了这个事 是不是对你来说 也不是个好事 鲁迅跟徐广平不就私生关系吗 因为你瞧 只要是真情反应 只要是真情真爱 对对对对不对 但是我肯定支持 但是你要利用 那女主持人也行吗 办公室练琴可以吗 可以啊 如果叫她去办公室 不要潜规则就行吧 对不对 她恐怕潜规则不了 她得浮在水面 不是你怎么分得清楚呢 我这么跟你说 咱也不怕得对 那张艺谋跟巩俐算潜规则吗 张艺谋的巩俐什么回事我不知道 不是就是在最当年 就是导演和演员 你看两个人确实有了一段情 可是呢 我这个导演 我就是觉得他适合演我的戏 那么你怎么说 我是潜 这是潜规则吗 这个事情发生很多 我也要指出历史 卓碧琳每部片子的女主角 不是都是后来都变她老婆吗 她结婚好多次吗 你看一个 这个里边我想两个 两个条件 一个是真情真爱 她如果真心爱她 还想娶她做老婆 那有什么错吗 那就算是她的女主角 就算是她的学生 就算是她的同事 你不是说吗 沙漠都可以跨越吗 任何人家的黄土都可以不要 为了爱 对不对 国家都可以不要 那这些东西 关键是你没有真心 你在利用权力 让人家屈服于你 那这个就性骚扰 这个才是办公室 比方说如果老板 我看上个女秘书 但是你又不想跟她怎么样 你只是 哎呀我否则要炒你了 你要对我怎么样 那这个才是 现在讲性骚扰的关系 现在这个男的 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 他并没有说 这个48岁的女教授 跟她好 是因为权力的东西在用它 对不对 没有这个 没有 按照这个男的的叙述啊 他是感觉有点 像个咱们当年所说的那个怨妇 对 就是说 你啊 使乱中气啊 对对对吧 你这个就玩弄我呀 对 他就是 所以我说女教授 就把她甩掉甩得好 因为如果一个男生在 结束 接受这个结果的时候 他还会把这个文章这样子 大肆传播 然后弄得玉石俱焚 那你怎么跟她一辈子啊 那我也不敢跟她结婚啊 所以女教授做的是 正确的决定 是这个男孩子 你又是已婚 你又已经 知识在这个学术领域 你不好好专严询问 你背叛你老婆 你还现在出来 讲话那么大声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 网民给他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有这个勇气 把自己的私事暴露出来 他的意思是 他是为了这个女教授离婚了 那么你又不要我了 这个呢 又是另外一个老问题了 我们小学里读书的时候 就有这种情况 比方说有个女生 有个男生 他去追一个女的 对不对 那个女的他不理他 那不理他就不理他了 可是他把那个男的 给他那写的信 去交给老师 然后还传给其他的同学看 对不对 我估计任何学校 任何阶段都有 但是结果呢 大家看不起那个女生 就是说你不跟人家好就算了吧 你何必拿来嘲笑这个男的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恋爱不成 把过去的事情翻出来 我觉得在普遍的社会道德上 大家都看不起 小学就发生这种事 套句那些年的那个电影台词 幼稚 非常幼稚 还不是就是一方面说幼稚啊 还另一方面真的就是说这个男的啊 要是这个就是跟女人有过什么关系 哪怕一夜情 事后还要这个说 对吧 这个就不是 gentleman 就不是真的 我那个湖南城啊 我非常佩服他的文笔 很多人说他什么什么汉奸什么 你仔细看当初的他也有他的观点 可是有一点我真瞧不上他 就他后来老吃长安灵犯 哇 血不完的血 你看呢 就是你这段人女的不愿意多讲了 你在那里一个人淘化淘化的讲 讲半天干什么呢 我就觉得你说的对 就是说这种事情 除非人家愿意出来讲 否则的话你跑出来讲 这是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女孩子上去 那边喊冤 不管是事实怎么样 他如果上来喊冤 这女孩子还可以说我当初半去半就 你这男生啊 你告诉我你半去半就 别了吧 永远都是下半生 就主宰你的脑子的 所以不要说是老师色诱 老师怎么 就是男人 那又挺 你要这么说我代表男同胞 我代表柔弱的男同胞 也要抗议一下 哪里来柔弱 你知道现在也有女的强奸罪成吗 女的强奸男的也有啊 机率太小了 怎么强奸法 怎么强奸法 你说说 我都说 人家去广告 先研究一下 千千三言行广告 最后见 这是活到老学到老 全量的对抗 人家去法断 就是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会领悟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贵服务 反正今天这个听了徐老师的话 我是很振奋了 他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了 我过去 我一直以为就保守里头没有我 开放里头永远有我的人 对吧 我还一直觉得老师和学生之间 有点 你看徐老师今天彻底给我们解开了 真是说欧洲回来之后 就说这没有什么 教授和女学生可以珍心 你要是珍爱 你要是珍爱 在校期间 当然多得很 以前 那你们学生要教授吗 我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不去大学工作 如果这事可以 我的天哪 我肯定不搞潜规则 都是真诚相爱 你每一个都真诚相爱 不是 教授和 不是 但是你得承认 这个职业上的便利性 当然我们也嫉妒不着 就是说 教授和女学生谈恋爱 这个容易的程度 就好像是导演跟女演员 不是插演 对吗 现在教授多穷 这个插远了 这个导演跟演员 导演还决定能不能 他可以决定这个演员上多少戏 让用不用 教授没原力决定这个学生收不收的 你学生现在你分数考了好了 你不收 他马上去投诉告你 教授 你以为教授有什么用啊 你到学校里去看一看 教授博学 但女学生现在恐怕不会爱博学 现在还有人爱博学的吗 可能没办法 比较爱校尾总是 脑子进了水的才跟着教授 对我跟人家 所以这个问题不讲 我们考虑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 女的什么强健男的 这事啊 这个 我比较感兴趣 这个技术性问题 要知道这个问题 这里交钱 这里收费 我也收费 这是很核心的机密 这是一个卷宗 这个卷宗 怎么你来交 只有我看过 这不能在电线上公开传播 你知道吗 私下里付钱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可以的 咱说正经事儿 这就是正经事儿 对 你看这个整个事情的关键词是色诱 色诱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是不是等于强奸呢 就是说色诱 这个是一个 法律上是个犯罪的词呢 还是说 你一般谈恋爱女的漂亮 引诱男的就算色诱吗 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形容词 是一个动词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改进去 这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男的三十岁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他这个 我就好有一笔啊 什么情况下是有为失德 最近 徐老师 还就不说你们上海啊 多名微博网友 27号凌晨 在网上实名举报 他们是当年中学一个班的 这样我想起美国有一部电影 就是讲这个华东师大二副中 啊 物理 华东师大是我读书的学校啊 副中 哦 副中 我没读过 那徐老师 你也有嫌疑啊 物理某教师 我某物理教师 我是教文学的 曾经多次以检查身体为由 对当时在校的这个男中学生 做出有为失德的举动 当年他这个973班多名同学 十名现身 在微博留言表明自己就是当年的受害者 现在那个老师啊 已经免 已经免职了 对 已经被免职 已经免职了 这个好像比较靠谱 有那么多人 十名 嗯 而且这个 这个也比较讲得清楚 对不对 老师检查 这就有点像外国的那些 那个 教堂里的那些神父 嗯 欺负男孩 对不对 他这个是 这就有徐老师刚才说的这种 有权力上的一种 对 让你不敢伸张 嗯 你看15年以后才是男生 就是 还不是女孩子 对吧 还是男生被男老师的侵犯 他还不敢讲到15年后才讲 所以这个是 这就已经是有权力上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 而且他是未成年人嘛 他是中学生 对 第一 一方愿意 一方不愿意 嗯 第二 牵涉到权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两者 那个里边这两者都成问题 那 那 学老师 我再请你评判一种性骚扰 是吧 也是你们上海的 你们上海怎么这么喜欢这话题 对 洋化嘛 因为上海 你知道吧 就是夏天的 嗯 女孩子 出来一个照片 在地铁里 嗯 穿了那个 哎 又婷这事 你有经验 怎么就是看见 里边得多透明啊 这女孩子可能不知道 有些那个衣服 有些现在薄一点的话 她如果经过光啊 有时候你阳光的光 或者是地铁里的那个光啊 你就会变得透明 你自己带 对 就像我在乘身 你看 你看见 所以我穿一个 色又女同色 色又女同色 咱们咱们看看照片 啊 看看这 你看 他就是拍下来 拍下来 然后学老师 你看得清上面写的字吗 我跟你讲 他其实这件事情啊 上海地铁呢 他是引用了北京的一张照片 啊 北京的 这张照片 其实在北京地铁里面拍到的 啊 那他只是用了 是上海人哪会那么土 他用了这张照片 他用了这张照片 那重点是 他内容意思就是说 请女孩子自重 就是你们问题是 你们上海那个地铁公司的 对 发了这么一个微博 就说乘坐地铁 穿成这样 不被骚扰 才怪 你再看看下一张 结果就引起抗议了吗 引起抗议就是说 呃 抗议说地铁公司 你这样 你可以骚 你不可以饶 对 我可以 呃 要清凉 不要色狼啊 我可以骚 你不能饶 哎 这说的挺好 然后你可以看下面还有吗 哎 你看这都是就是女同胞反对了 就说 对啊 哎 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这个问题 这算什么 你是不是女人会不会对男性构成视觉性骚扰 视觉色诱 但是大家是有道德的对不对 这个你是受过教育的吧 你不是一只雄性动物 就是到了发情期你就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是看到母的你就扑上去 你不是我们是身为有智慧的人类 你难道控制不住这一点吗 所以刚刚的那个再反过来 如果你是控制不住 女生这穿点让你就是撩拨你心灵的事情 你就觉得 这个冲动就上来 就想要侵犯他 那这个男孩子更不 这个男学生更不构成色诱啊 因为 因为你 你就 我什么色诱 你就扑上去了 这就是动物性行为 这不应该在人类社会出现 不然干嘛教育你 所以 这我开始你知道吧 也挺难受 就是说你们尽管 你们尽管吸引我们 我们就得 是吗 这就是 那就是 人类社 文明 OK 文明就是这样 不然就是回到原始了 没错没错 文明的核心 你听过了吗 就是这个字 人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就被上了一课 我刚到香港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 他就穿衬衣啊 不是扣子吧 他第一个没扣 这很正常 他第二个也没扣 然后他第三个也没扣 第三个也没扣呢 那就是说 身材也很好 其实就是若隐若现这样 然后呢 后来婉转的 我就通过讨论学术的时候 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但是后来他就基本上表达了这个观点 就我们不扣 这是我们的权利 但是跟你们没关系 我们不扣 不代表你们可以怎么样响入飞飞 就是说 所以他们在地铁上这个抗议的声音啊 是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权主义的声音 他就是认为我们有这样穿衣服的权利 我们不应该只是成为你们男性的性想象的对象 就是我爱怎么穿 我不是为了引诱你们跟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这样好看 我这个三颗这样 我就是好看 我不是为了引诱你们 你们别老想着这一条 就你们的脑子里 老把女性看作是一个性的对象 而我们不是 就这一点呢 他是用这么一个立场来挑战一个男性社会的一个秩序 而男人呢 他的确有这么一个传统观点 他觉得女人呢 就应该包起来 伊斯兰教 中国古代 都是说 他的为什么要把女人包起来 他的一个前提就是说 女人要是不包 什么男的都会上 他有一个动物的假定在这里 所以古代的时候 女人一旦 女人只能见父亲 兄弟跟丈夫 其他的人是不能见的 其他人一见 后花园一见 立刻崩溃 他是已经假定了 男的像动物 女的像一块肉 他是可以随时扑的 现代社会就是要建立这么个秩序 我们女性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权利 所以我觉得上海地铁这件事情 比这个事情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非常非常值得讨论 男人才要自重 就是你别把自己搞这么动物 你就尊重一下你自己 不行 文明点不行吗 怎么会告诉他说 当然我觉得我们女同样 女生同样 身为女性 我们也在文明的教育之下 你知道在什么场合 该穿什么衣服 我觉得这也是被教导的 比如说你不在游泳池里 你就不能穿游泳衣是吧 对就是但当然 但我意思说 如果他真的觉得他想要在大地铁里面穿着泳衣 你现在不停的在找正当性 第一眼神呢 不是因为我他就听 我听他们说 就是我可以烧吧 就我要来那点烧这样的 你也不行哦 为什么 他第一个眼神呢 你就把两个眼珠抽在一起 登 那就行了 你也不行 但你也不能扑上去 你也不能扑上去 人 对 枪切三眼神 我告诉你 拒口见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你不可以 脑像强ocre 惊也 静点 调相 昨天 κα мар 徐老师刚才讲这个女权主义 我就有个感慨 我觉得真是两个世界两冲天 就是你不知道现在环球 不同此凉热 上海地铁里的女的是这个 你知道埃及 那个22岁的英国女记者 到埃及总统选出来那天 在广场上上就跟一块肉 说扔到狮子群里一样 上百几百个男人撕落他 胃裤撕开 那是什么性侵 这女的还挺有勇气 就是讲出来 而且说我还要再去拍 再去采访 可是你知道 他当时去拍的是什么吗 他去埃及拍的正是一部 关于女权主义的纪录片 结果就在埃及这个解放广场上 你知道就是 你都想不到现在世界上还有的国家 这个强奸罪 一个女的还可以有一个附带条件 如果强奸犯 你肯娶了这个女的 你可以不坐牢 不是 是这女的你愿意嫁给强奸犯 你不坐牢 在印度是这样 印度还印度 对 就是你 完全相反的 是女生 他会在法庭上问你 你如果你要嫁给他 因为他已经有你的身体了 所以你嫁给他 那我就不判女人的罪 因为是女人有罪 不是男人有罪 是女人有 被强奸 他是女生有罪 因为他认为是你 让这个男的有这个冲动 所以是女人有罪 但如果你嫁给他 你不是合法夫妻 那我就可以免你的罪 可是你要嫁给一个 让你不舒服的人 很多女人 就是因为这样做牢 而且他是死刑的 可是你要知道 中国历来 以前都是这样 你再结父 就老公死了 你不能跟别的男的在一起 叫结父 裂父 鲁迅还专门写过 什么叫裂父 就有男人来欺负你 你不让他欺负 跳河自杀 你得跳的是时候 你要跳晚了 你被欺负了 你还做不成裂女 每一个地方树的这个 结裂坊 最上面写的是裂女 所以鲁迅很早就讲 他说他要是没人来欺负 他那个女的 就算想做也做不到 他要是老公身体好 不死 他结父永远做不到 可是从明朝开始 我们把这样的意识形态 作为国家的根本 作为整个一个社会的基础 就主流意识形态 这个成绩 现在所以很多国家 我们当然了 尊重别的宗教 别的文化 但是假如用西方这套 西方我跟你讲 你罗铁海滩 人家都不穿衣服在旁边 高纯大人 那你真的忍啊 那人家身材这么棒 就在你旁边 就在你眼前画画 你能碰吗 你碰就完蛋了 对不对 你很简单 倒过来这样想 花在那里 你看就行了 你非得拿手去碰花吗 哎呦 你不知道最近一个花会展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